如果你有100万的预算来买车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车款呢 是会在这个国产车的市场里面 选择全新的车款 亦或是在中古车的市场 选一台进口的豪华车款呢 你用100万的预算的话 买到的到底是一个品牌的光环 还是安全性呢 有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我有100万的预算的话 也许我从外汇车的市场下去左手的话 可能可以选到CP值比较高的车款 到底在外汇车的市场上面 有哪一些美港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今天我们专家打人也好好的帮大家分析 让你在选车的时候 绝对不会陷入天人交战 我想100万的预算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他们都有这样的预算 而且到底要选择国产车 或者是选择进口车 在中古车市场选择 这个题目 我们其实讨论过蛮多次的 对不对 而且观众朋友又再次的提问了 乃哥 我们如果说真的有100万的预算 为什么我们不要先说他的这几 刚刚提的这三种不同的市场分别代表什么 应该是说现在新的百万内的国产车 新车全新车大部分有一些很好的科技 尤其这三年来 包括Level 2 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配备 辅助的配备 其实包括休旅车的环境 甚至音响系统 CarPlay 这个很多人说我一定要 这些这种车子大概这三年内 百万以内的国产车大概都买得到 包括休旅车 但是你要想想看 百万你要买一个进口车的话 你Hard Yachts 你到这三年 不要说这三年 应该你拉到五年前的话 基本上欧洲高级进口车也都没有说 把这些配备是非常的稀疏平常 他是很少有的这种选配 所以基本上 你就会少掉这些高科技 这三年最多的高科技 你都没有 但是你Hard Yachts的车 趁现在如果你没有开过这些 还没有中毒的话 趁这时候赶快去 免得你买了这个国产车之后 你下次要换车你头更大 因为你会离不开这种方便的 辅助配备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既然现在有100万的预算 你不如说你可以先买一个 你曾经想要的 因为现在100万你买到五年车的话 你可能可以买到250 300万的 中股车进口的中股车 就在中股车市场选择豪华的品牌 你也有包括到外汇车的话 那外汇车的选择也更多 所以那甚至可以拉到就是我说的说 就算总代理进来 他可能就变300万 概念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你买中股车 一般的中股车的话 其实现在五年左右的话 100万可以吗 买到欧洲进口车 200多万中股车 那个进口车一定买得到 五年的话 你大概砍个100万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你外汇车的话 你还可以等于是再加个50万 你买到大概是250万等级的车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你一定趁现在女王还不清不楚 说的也是 你就赶快下手 不然的话你买了全新的国产车 完蛋了 你可能又要开个三五年之后 你那个HARD钥匙的条件又高一点 为什么 当你要再去买的时候 他那些配备又有了 变100万的车 你可能还是不行 你可能要买到6年左右的车 就往后推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是周而复时的循环 所以赶快先去买一台 HARD钥匙的进口车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样拥有一台进口的豪华车 是很多男人心中的梦想 所以女王首肯之后 总觉得说要赶快入手 但是有一些人有一派的想法 又是另外一种想法 会觉得说 接别人的二手车 那不如我就买一款全新的车 而且是新世代车 什么配备也全部都有 重点是我是第一个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2019年 其实在乘用车的市场上面 像排名第4名的Honda CR-V 可能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目前在市场上面 大家都知道 SUV是非常的流行的 那现场我们也来了 Honda的CR-V 郑杰是不是带大家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可以在2019年 在销售上面能够如此的亮眼 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吗 没错 因为CR-V这台车子 我们都知道刚刚冠宜讲的 它是2019年不分集聚的第4名 其实这是说来保守 如果是以中大型的SUV 国产来看的话 它是销售冠军 除了在它的这个集聚里面 除了进口的RAPPO以外 它就是王者了 之所以这么能受欢迎 除了它的价钱 大概100万左右 现在我们都知道 103万跟113万 两个规格 最主要我觉得它胜在什么地方 胜在均衡 怎么说呢 在2017年 它刚大改款上市的时候 它的均衡是出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它将它的动力配置 把它发挥到一个最令人喜欢的程度 大家想要的地球梦的引擎终于来了 就来了 对不对 我们还以为说会有自然进气引擎 结果没有 它直接就一次 就全部都是换上1.5升的 无人增加引擎 193匹这样的马力 加上14.6平均油耗 这当然让人家非常的喜欢 比起其他它同级的对手 那时候国产很多是2.4升 2.0升 那油耗一定不会比较漂亮 而且甚至于在牌照燃料税上面 也省很多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我说它均衡还剩在哪里 像从外观看 它也是非常的均衡 它之所以受欢迎 我觉得大部分人买车 应该都是说看得顺眼 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的均衡是在于 有些的SUV同级来讲 有些的造型可能过于繁复 也有些过于简单 像某些欧洲车 他以简欲反嘛 对 他走的 则是刚刚好正宗的路线 它的线条 刚好介于多跟少的中间 最多人最大数喜欢的这个部分 其实像我们也知道 在同级来讲的SUV 有些人走的是方正的方向 也有人走的是圆滑的方向 但是CRV一样又走中间 他走的比较都会 对 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太粗犯 但是他也不会让你觉得太优秀 还是说太流线 失去的SUV的那个壮硕感 他全部都拿捏在一个最刚好的地方 所以在外观上 他就已经让大家所喜欢的 我们看到现在在路上 甚至已经上市到现在三年了 你在路上看到每一台新的CRV 在路上跑 你还是会觉得说 这台是一台漂亮的车子 是一台强眼的车子 不会觉得他三年后就有点老态了 完全没有 除此之外 它的均衡也出现在 像它的内装的空间 内装的配置 像它的内装质感 我们都开过 他整个中控台 上面中间全部都软直 车门也软直 整体的视觉呈现 跟质感呈现都是好的 都是棒的 让你觉得坐在车上 真的有100万的车子驾驭质感 然后空间上 它的宽广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后座椅被可调 请脚 行李箱够大 然后整体的乘坐感够舒服 整台车的行路质感也一样 Honda过往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驾驭的乐趣比较多 但是这台车因为它是SUV属性 它在舒适度 它一样都兼顾到 这方面又是一个均衡的地方 最重要最重要的在于 它在我们刚刚讲大改款的时候 虽然有三个车型 后来小改款的时候 它取消到最入门的 原因就是为了让它的Honda Sensing 可以变成全车系的标配 这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创举 第一个创举是 先把所有的全车系都定义 在1.5升污轮增压 小排量我认识一下 第二个是把它全车系都定位在 拥有Level 2自动驾驶等级的 驾驭辅助系统 在三年前真的非常厉害 是啊 其实现在看 以国产车来看还是非常厉害 别人家几乎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在做 它就已经抢建一步 以前做到这个部分 所以Honda Sensing 我们都知道像ACC 自主控制的定速巡航 像是车道偏移控制 甚至是车道维持 自动煞停 这些我们现在最在乎的这些 驾驭辅助跟安全的部分 它全部都减固 两个侧型都有 103万开始就有了 当然你如果还要天窗 还要更漂亮的四条 孟文士版这些的话 驾驶座电动座椅的话 你再进阶到113万 也就是说你现在100万 就可以买到Level 2 然后中大型的SUV 然后又是好的保修的便利性 然后好的妥善率 还有Honda车系一直以来 二手车架都非常好 观音应该很了解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这样子一个车子你说卖不好 我真的也不容易想象 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形象 去看进口车 但是国产车就像刚刚讲 它还是有保修的便利性 跟价格的优势在 日后养护成本上面 低很多 还有刚刚刚讲税金 所以它之所以能卖得这么好 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我想消费者 如果你有100万的 就百来万的预算来说的话 你一定会考虑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介绍的 这款Honda的CRV 甚至于是Toyota的Raffle 可是如果你会觉得说 我人生当中想要进阶 可不可以给我一台进口的 而且是豪华品牌的车款 来接下来在我身旁的这一款 Lexus的MX可以说是很多人喜欢的车款 而且其实它在进口的豪华品牌的休旅车当中 它的销售已经赢过了 我们知道的宾市对不对 是没错 今天这个题目非常有趣 100万我到底是要买国产新车呢 还是买一个豪华品牌的二手车 对不对 大家都会担心二手车的 前车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未来维修榜会不会花很多钱 尤其是我们这一位观众 他说欧系的 事实上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买日系的豪华品牌呢 你可能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今天我特别找了一台 Lexus的NX200T 注意是200T有涡轮的 不是现在限售的200 是 但因为现在限售的200 这个售价只有150几万 那当然可能就对于百万的预算来讲 还是有一个五成的差距 但入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小难度 那我今天找来这台是2016年的 Lexus的NX200T 有涡轮之外 重点是你知道当年 2016年的NX200T 这个售价可是高达220万以上 真的 所以现在你觉得它要卖多少钱 现在因为Lexus蛮保值的 2016年大概54年的车 起码打个我们算7折好了 他怎么样都要破百 怎么样都要破百 但是因为毕竟它是豪华品牌 它又是超过200万的车价 所以它在第一手的时候会折比较多 虽然我们知道Toyota 或者是Honda 或者是Lexus 都是属于比较保值的车的品牌 再来休旅车也是属于比较保值的种类 但是第一手车还是第一手的拥有者 还是必须承受比较大的折旧率 但是未来你拥有这台车之后 你每年的递减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你又买到的是豪华品牌 我告诉你现在这台车 价钱大概在100万出多一点点 如果卖给车行的话 卖给车行大概就10几万的估价 因为它可能颜色不是大众主流的 所谓黑色 白色 它是属于老鼠灰这种灰色的 银灰色的一个色者 那比较在中古车市场上面来讲说 它会稍微扣一点点钱的 另外这台车以里程数来讲 大概在8万左右 4年开8万 1年2万公里是属于一个非常 平均的一个使用状况 就是一般人正常使用的状况 因为其实这台是我朋友的车子 它都是跑高速公路 女生在开的 所以它跑的是高速公路 它的里程数算是 以中古车行的角度来讲 看起来算是比较高的 叫做8万 所以它具备了几个被扣钱的条件 颜色 里程都要被扣钱 可是Lasus是加分的 200T是加分的 还有内装它整个维持度非常的好 因为它是跑长途 所以它使用次数并不多 摩耗率比较低 就像冠一所说 内装的耗损相对而言是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会觉得真的会开始犹豫 如果大概110万能够买到这样的车 我好像没有必要去买一台 不管是进口的Toyota RAV4 还是国产的销售冠军的CRV 对不对 当然这都是属于同样极具的商品 你看如果是你选择的RAV4也好 或者是CRV也好 都要百万 大家都在这个位置左右 百万出头这样 百万出头或是百万内一点点 可是你买到的是豪华品牌 你的尊重感是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开去Lasus保养 现在如果在台北有飞机看 有好吃的冰淇淋 有很棒的咖啡可以喝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 大家为什么都想要买豪华品牌 主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可是以前Lasus的车子 看起来比较呆 现在你看看 这个关于你看下你左边这台CRV 再看一下你右边这台NX 你有沒有发觉 Lasus现在它的车头 比CRV还要向前请 很前卫 更具有侵略性 更具有动感跑格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非常的年轻化的设计 所以它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消费者 选购这样一个车种 我们刚刚这个关于也讲到 Lasus现在在台湾卖赢了什么 卖赢了冰市 而且冰市的销售数量 还有一部分是水货车 所以Lasus可以知道 他在台湾受欢迎的一个程度 当然使用者的口碑 会有非常好的反应 那我再告诉你 现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全球车市都在往下挡 都在下修整个新车销售的数量 所以 它在生产的一个份额 该怎么分配 我做好了卖到美国去没有人买 希望全部都堆到台湾来 不怕 台湾不怕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以Lasus来讲 现在还在欠车的状态 对 而且台湾的疫情就是做得很好 对 我们超前部署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还在台湾的车市来讲 目前看起来还算是不错 如果在大量的Lasus 在导入到台湾来去做销售的时候 我想这样的一个中古车 其实非常好卖 就算你开个两三年 你也了不了钱 对 我这样讲 假设这台车你买110万 然后你开三年 你觉得你要了多少钱 现在这车一年差两三万块而已 对 可是如果三年后卖的话 大概多少钱 就差个10万 10出头万 所以如果你买一部100万的CRV 或是100万的RAV4 开三年卖你要折多少钱 先不管 新车 因为他是新车 因为他是新车 你起码要折20万 跑不掉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逻辑 可以建议给观众朋友们做参考 因为艾大你这样讲之后 感觉我就要跑票了 要从全新的车款里面 跑到中古车的市场上面 真的很划算 对 没错 所以如果冠以想要买这台车的时候 就再告诉我 因为我朋友真的想要卖 OK 好 当然其实观众朋友们 可能也会陷入这样的迷思当中 我到底要选择 Lexus NX中古车市场 或者是全新的国产车CRV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四位达人专家们 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择呢 请四位专家举牌 大家有看到了 四位专家里面 唯一只有一个人选择 是国产的Honda CR-V 乃哥 为什么你会选择CRV 其实我是用 我如果自己要买车 这两台车的角度来看的话 别知道 以前只要郑杰说什么 说10个的 我大概反对11个 因为他刚介绍实在太好了 那我觉得说 这个应该要买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思考 因为爱大介绍的是 NX的200T 没错 到目前的话 应该110万已经算是便宜 我合理怀疑 他应该是在120万左右的中股价 110万应该是车主自己自售价 第二是因为CRV 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有 我刚刚有说过 如果你用过所谓很多辅助装置的话 你真的会中这个堵 我不想要抛弃掉这一个 了解了 再来讲到中股车 如果我开了一阵子要换的话 其实两个的残值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刚刚爱大说 你再开个三年好了 大概核算的话 大概就是八十几九十万左右 CRV差不多也是在大概七八十万 其实残值反而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一开就是开到新车 再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中股车是要给懂车的人去买 尤其200T 它这一个车型 现在我们都知道 NX200 NA引擎 它只要150几万 所以也就是说 你现在花110万去买一台NX的话 是不是只是加一点 你就可以买到全新的 当然它没有渡轮震压 但它不是TR 所以我在整个通盘考量 新跟旧的概念 通盘考量之后 我觉得应该还是买一台新的CRV 103万的等级就足够了 听乃哥这样讲 感觉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我们要问一下中股车的专家 你选择Lexus的NX 我想人生是这样的 你到底是要仰望还是俯视 你仰望永远看不到景色 你只有俯视才能像老鹰一样 看到整个江湖 对不对 一个200多万的车拿在手上 你只要照顾好 看起来也跟新车一样 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人生追求满足感 当然说实在的 国产车有它的好处 如果是第一次买车 或是说你对维修各方面 你是比较斤斤计较的 那当然还是要买国产车 但是因为你有用过车了 你又希望说像我刚刚讲 你想俯视江湖的时候 你当然是要考虑NX200 这样的一个中股车进口 这样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 可是郑杰你刚才为我们介绍 汉达CRV的时候 讲的真的非常的好 讲得脆脆转 可是为什么你跑票 跑到Lexus的NX呢 我不像黄总那么的行而上 这么有哲学意涵 我讲比较行而下的 基本上就是爱慕学 虚荣 因为名牌货就是有名牌的魅力 不可否认的 其次像它的内装的质感 隔音各方面 它终究是高级车的制造品质 所以这样子相比之下 我当然在价钱差不多的情况下 当然前提是车况要好 我们会看车况的话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艾达刚刚也有讲的 NX毕竟是一台Lexus 它不是一般的欧洲车 所以它的二手车 只要照顾得宜的话 它的妥善率 一样不会输给新车太多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选NX的理由 所以我们刚才介绍给大家的 Honda CR-V 国产的全新车的选择 以及在中古车市场可以选择 进口的豪华品牌 Lexus的NX之外 其实不单单只有这两款车可以选择 其实在市场上面还是一样有很多 包括了全新的国产车 甚至于在中古车的市场上面 一样也有豪华品牌可以选择 是不是请黄总帮大家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选择 其实台湾的市场其实不大 但是消费者在买国产车的选择 真的是还蛮多样化的 因为每个车厂都精锐进出 刚刚除了我们讲的CR-V 你看不管是Mitsubishi Outlander 还有仰台的Tusang 还有福特的KUGA X-TRACK 都各有它的重兵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里面KUGA大概六七月 就有可能要发表大改款 另外三台车也准备了 也就是说这四台车都会同时 会面临大改款 但相对消费者如果这个时候去选择车 溢价空间跟他现在丢的配备 应该都是最满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每一个消费者 他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这四台车其实都各拥有特色 所以我才会说现在消费者 因为车厂精锐进出 其实都蛮有福气的 那回过头来 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内行的买家 你不希望受限在百万级的 因为毕竟他是百万级 所以他不管是舒适度 还有豪华的内装 还有设计质感 还是会略性进口车一点 那我们来看 以进口车来讲 如果在百万周边的话 我们看到奥迪的Q5 可以买到E5 甚至于往E6眺望都有机会 那大概在100万左右 那这台车 其实跟Markane来讲 他基本上就是孪生兄弟 所以基本上 质感各方面 都是值得我们去考量的 而且价位250几万 现在开个几年 100万就买得到 所以我说 如果你愿意用时间 去争取空间的时候 那又是另外一个想象 我们总不能往前冲 我会后退几年 可是我又可以仰望 更大的一个蓝天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2016年 这么新的车子 才4年 你就可以买到 原先也要大概200出头 甚至于M Sport都买得到 在100万 3系列 100万就可以买到 而且M Sport有机会买到 因为这几年的BMW中古车 修正的蛮强烈的 所以这个时候出手 也是可以买到物超所值的BMW 另外我们看 Tikron 虽然在这几台车里面 不是豪车品牌 可是他这几年的品质 各方面其实也都相当有水准 而且这台车 2018年你买到100万 新车大概150万 可是你知道吗 这是这里面 除了V40之外 他有智慧驾驶 他有ACC 所以如果说 你说国产车才有ACC吗 其实进口这些新一点 也有机会享受到 那这台车我也觉得可以推荐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很早在1415年 就开始有ACC的2018年 这个V40 他在最后的尾巴的改款前 因为后面就是XC40了 就是几乎是末代车了 那这台车也大概在100万左右 你可以买到相当不错 而且像这台车是可以买到旗舰版的 全景天窗 包括ACC 车道维持都有一印俱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各个品牌生产的一个模式下面 我们其实消费者拿个100万 其实有非常多样化的选择 只要你够专业 可以选择你心目中最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听起来100万 又要买到进口的豪华品牌的车款 同时又有半自动辅助驾驶的话 感觉上好像在中午车市场上面 这个选择的确是可以纳入考虑的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我们的CG上面 大家可能会想说 三毛星我喜欢的兵士 到底100万可不可以救手兵士 乃哥 有没有机会100万我们买一台兵士车 有 其实就在我们现场这一台 就是外汇车的C300 你知道在这一台车 有很多的故事在台湾发生 什么故事 你是说大家要把外汇车 就是把它改成像是欧归车吗 其实没有 应该是说 这个C300可以算是打 想了外汇车的风潮之一的车款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所谓的原厂在台湾 并没有在销售这一个极具的车款 C300这个车型 那你不要忘记 为什么我刚刚说 我不会去买NX 我要买CRV 但是同样100万的话 我会建议买这一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C300可以说是C系列中 它是最高等级的一个车款 所以它的配备绝对不会阳春 第二你看外观 虽然它是上一个世代的C系列 但是你注意看 车头 LED的头灯 这样子的造型 其实看在路上就有刚刚黄总说的 就是说你开这个 就是不会觉得它是一台老的车 它是一台很新世代的车 你服侍的世界是比较大的 对 其实用三盲星来服侍 会比较适合一遍 也是 所以在外观上 你并不会觉得 就是说我好像抬人家 好像就是一个世代的车 而且5年以上的中古车 不会 好 这是外观来看 再来我刚刚说到C300 大家会想到以前 这个兵士的编程 300是不是它的排气量会很高 油耗会很高 错 它就是一个新世代2.0 涡轮增压的引擎 大家知道 这一个马力就可以到258匹 扭力30几公斤 这样子上去的话 你自己想想看 100万可以买到这样的性能 你不要说国产进口 几乎你翻遍的都买不到 所以我相信 这又回到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如果是要推荐给 很HOT的网友的话 我觉得说 你可以去享受这一台车 带来的东西 而且我刚刚说 它既然是属于一种 C系列的旗舰车款 油耗税金都降下来之后 内装有没有差 没差 它一样16箱的电动座椅 Keyless 还有卫星导航 倒车 嫌疑 这些该有的配备 在那时候 它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 所以你是买到一个旗舰型的车款 同样的只要花费大概100万左右 那你就可以享用这样的车 同时还再开个几年 再脱手的价格 可能也不会让你损失太多 在保养上的话 其实中古车 只要它新车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冰市的耐用度更不用说了 其实它的不管是安全性 还是它的性能 还是它的保养坊间 非常多的保养场 都可以保养到双B的车子 所以这都不会构成所谓 拥有这台车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其实乃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想要在外汇车市场 选择一台C300的话 它其实包括连这些 我们可能不太懂车的人 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入手 因为基本上它的妥善率 也都是 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零 零件上也不会有太多 让你觉得说我会 因为像刚刚黄总说 你要一些高科技的 大概你注意看 就是这两年的车 可是当这两年车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东西会锁 甚至说你recall的时候 你recall这是最麻烦的 可是像这种车已经超过5年以上 它该recall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全部都完成过了 所以你未来也不会有所谓的 大的问题 再加上保养上的话 坊间这种车因为时间久了 反而更好取得它的零件 所以在这个不管是男生开 还是女生开 我觉得这台车就是非常值得推荐 他说养车是噩梦的开始 他根本第一 他开了一年就榨缸 第二 他还修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他7万块买了一台 是有问题的二手车 如果你有一笔购车的预算 当然希望这些预算 都能够花在刀口上面 所以当我们在选择车款的时候 也许你可能会除了刚才说 我是要买全新的国产车 或者是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找一台进口的豪华车 亦或是你想要买一台 是属于一般品牌的顶规的车型 还是要双B的入门车款 甚至于在外汇车的市场里面选择 天啊这个真的选择太多了 郑姐如果说我们真的一般消费者 要选择的话 你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优缺点好吗 一般人遇到这样要花大钱的时候 难免会有选择困难 一定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很简单的选择方式 首先呢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他要买车 他看到一台像A180这样的车子 或者一台B&W的一系列这样的车子 他如果告诉你说 哦 花150万买一台那么小的车子要干嘛呢 这样子的人那你就选Camery顶规 因为再就表示他不在乎这个品牌形象 或者是说他对于空间的需求 对于车格的需求 大于品牌的需求 另外我们也常常有听到有些人 他看到一台漂亮的全新的Camery在路上跑 他会说神经病啊都花到140-150万 为什么不买B&W 他这样子的人呢 那当然他就适合的是什么 适合的是A180 对 即使在小的时候他都可以接受 是啊 因为他知道品牌或者是设计 或者是高级的这个质感 是他所需要的 没错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定还是有人 这两个都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选择出来怎么办 我有想要大空间啊 实用啊 可以带全家人出去玩啊 但是我又想要这个好的牌子 又要好的虚荣的感觉呢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刚刚乃哥介绍了 那就C300吧 美规的C300呢 16年来讲的话 现在在CG上面来讲 外汇的话105万就有了 C-Class我们都知道他的空间不差哦 他的各方面安全性 那根本不用讲了 然后他的车格架构 也是一台高仪车的样子 但是他花的钱呢 却只要100出头万而已 这样子就可以兼得了A系列的优势 跟CAMERY的优势 或者像隔壁的这个3281 也是16年的 美规车 外汇车 也是100万就买得到了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很贪心的话 你就知道往外汇车去找 不然就是照我刚刚讲的 看你觉得你更重视的是什么 你就选择你需要的那个 或重视的那个部分就OK 刚才这也讲说 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些品牌光环 甚至于一个不错的车款跟安全 还有这个豪华的程度的话 也许你可以朝外汇车来选择 可是有人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把车从国外给买进来台湾 像就有个网友 他就是用花65万块 把他的爱车买回来台湾 但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划算的吗 还是中间有哪一些没给大家注意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 这个问题很有趣 应该是这样看 外汇车在台湾卖得非常好 C300非常多 16年17年每一台都跑2万3万 这是一个大问号 你说有没有调过是不是 呃 我们不能讲就是行内的秘密 但是呢 我们藉由这个问题来探讨 你看到这么多外汇车 每一台都说是原厂CPO的认证中股车 主管配车 哪那么多主管配车卖给你 一年卖好几千台 这个案例呢 其实是发生在我们车友的群组里面 他在美国啊 有一台2016年的C450 C450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就是C43 4MATIC 基本上他就是一部C43 各位可以想一想 C43现在2016年的一台C43 或是2016年C450 其实总代理当时也有进过 现在的售价还要多少钱 好我们继续看 他在考虑啊 他要不要运回台湾 他是17年的时候买的 16年的C450 买了4万5千块钱美金 现在里程已经跑了几公里了 10万 当然他是写10万公里 大概不晓得他有没有会错意 或是10万麦还是10万公里 不管是麦还是公里呢 10万公里其实也算跑得非常的多了 跑得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用车环境来讲 他一出门去大卖场 他可能就要开40分钟的车程的路 那你想想看 他在一个快速道路上面开40分钟 你觉得可以跑多远 非常远啊 好了 接下来他说 我在考虑想要运回来台湾 我已经查清楚了 回来的运费加关税 差不多要65万台币 大家觉得值得吗 车子状况不错 有23匹有全景年装 有双LED 也就是multi-beam的头的 那些有的没的配备 这种车在台湾来算 贸易商水货車来算算是好货色啊 因为配备很满 里程数在研究嘛 所以你就要想到说 你在台湾买的这些外汇的车辆 里程数到底准不准确 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再回来看 他17年的时候买4万5千块美金 现在是2020年 2020年这部车要不要折价 要 所以你认为这台车的成本 从美国到台湾 大概会是落在 什么样的价格带 加上关税 有的没的 那验车啦 验车你现在可以买授权嘛 买授权 大概在160万台币左右的成本 可是160万台币在台湾 買得到 C450的外汇车吗 买不到 买到C43吗 你也买不到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外汇车可以在台湾 卖得这么好 因为商人有利可图的事情 他就会做 那当然你要让人家赚钱 人家花了这么多成本 在美国帮你买车运输 还有担付这些保固的压力 种种各方面 还卖你那么便宜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点 在于说 所以你也建议他 把他运回来吗 如果这个车子是他自己 一直在使用的车辆 我觉得以兵市的品质来说 10万公里真的不嫌多 运回来开 继续再开个10万公里 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也觉得需要 跟台湾的消费者们沟通一下 不要这么的在意里程速 因为里程速 它并不是绝对 有的人是在市区开计程车 一年要开好几万公里 有的人一个礼拜 不要说一个礼拜 一个月只开4次车 就是假日车手 可是每一次开车 都从台北新竹回娘家 从新竹再回家 就是每个月只开4个礼拜的假日 但是都开长途 他的车况表现各方面 绝对不是说 同样一个10万公里的车子 就有一样的车况表现 所以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太在意里程速 因为毕竟 在美国的一个车况 车辆使用的环境上 跟台湾是不一样 一出门开车 就要开半小时 一小时的 跟台湾不一样 5分钟就到了 你每天在那里转 他的消磨来的会比较大 所以 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导正过来 我想车商也就不会想要去挑表了 大家都知道 反正这个合理的数字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2016年现在看到的 美规外汇车里程速 绝对都没有一台是10万公里 真的 所以毕竟这个车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因此才会有很多人 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然后他们用车的环境 甚至于他们用车的条件 以及在预算上也都不同 像刚才这个 他是说想要自己从国外 把车给搬进来吗 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 这非常的有趣了 因为他只是想要买一台 人生的代步车而已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 在10万以内 你可能选择一台 车款还不错 开起来可能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这位朋友 他就花了7万块钱买了一台车 可是却没想到 竟然让他在高速公路上顾路 甚至于就是让他觉得 最后应该要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美哥 其实应该是说 他这个车买来之后 中古车买来之后 他还开了一年多 才发生引擎炸缸的现象 而且他要修5万多 所以他签了放弃治疗 其实以7万多块 你的残值修5万块 你也卖不到什么钱 所以他选择不再修这台车 可是这个应该不是他的重点 他的重点是说 我就算他没有坏掉 这台车一年还是要花我多少钱呢 他说养车是噩梦的开始 所以来看 他是说如果他不修 是正常使用的话 车子是7万块 但是他是1.8的Mitsubishi Lancer 所以他1.8的税金加起来 要拍照税 就是加燃料税大概1万7千块左右 他说养车跟验车的费用 你注意去看这些东西 就会发现 他根本第一 他开了一年就榨缸 第二 他还修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他7万块 买了一台是有问题的二手车 如果我们去买一台7万块 没有问题的二手车 其实保养跟验车的费用 其实就不会拉到这么高 到8千多块 那油资的话 平均每个月3千块 一年是3万6千块 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你要去看他 为什么当初买这台车 是因为他职务做的调动 他一个礼拜要有三天 从台北到新竹 那这样子他必须要有车 所以他的油钱 感觉上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是因为他一个礼拜 要有三次高速公路的来回 那强制险这是国家收的 所以谁也抢不了 所以总计他是花了13万一年 可是不要忘记 如果他继续使用的话 其实你要先扣掉7万 一年大概要花你5万多块 可是5万多块 我刚刚有说 你保养一件车的费用 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买的车有问题 你扣掉的话 其实整个零零总统交起来 其实你花的就是油钱而已啊 而且你得到了一个方便 就是你台北到新竹 你不是做大众捷运系统 也不是做高铁啊 所以基本上 他绝对不是噩梦的开始 他没有想到说 当你真正去做大众捷运的时候 你才是噩梦的开始 乃哥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 他的状况是 他买了一台Range Rover的车款 可是他竟然在车内 发现了一张纸 而且他看了那张纸的内容之后 马上直冒冷汗 天啊 不管买车多少钱 不管强制选多少钱 不管保养驗车多少钱 在你看他的油钱的费用 一个月要3000块钱 而且他是开什么 开台北到新竹的一个这个 底层数 开了一年多才坏掉啊 你有沒有发觉他里面 他的保养是冷煤 车灯 漏水 换轮胎 连轮 现在去哪里找450轮胎 我也不太知道 修车门2700他自己去撞到嘛 保养3766块钱是含驗车 所以以他的里程数来说 他这一年多只保养一次 所以是他的问题 很难说他是买到瑕疵车 但也有可能是他没有保养 因为他的里程数 如果说是台北新竹这样可跑 每个月要有好几趟的这个次数来说 大概一年5000公里的保养里程 他大概起码要保养到2次以上 才足够 所以这台车为什么乍引擎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 也疏于保养的一个状况会发生 但是你要这样看哦 他总计花了133456元 好 你不管拥有任何一台车 你都要缴一年1万7千块钱的税 如果你是用1.8的这个车 来去衡量的话 ok 驗车当然是 新车现在5年免驗嘛 那他这个灌冷煤 没办法 你要吹冷气 不然你可以不要吹啊 所以很多事情是必须要去维修的 那不管你开任何一台车 你都要有油钱 都要有保养费 都要有停车费啊 他并不是因为这7 买了这7万块的车 所以他要必须支付 比较多的停车费 比较多的税金 我这样跟他分析好了 花了13万3千块钱来讲 而且还是买车成本 扣除7万块以后 那5万多是 你不管开什么车 你都必须要花费的成本 所以这不能算在成本里面 这是永车时候 你必须要负担的费用 养车的费用 ok 这台车买了7万块 开了一年多 坏了 坏了之后决定签下放弃同意书 可是他要不要买车 他必须要买车 他不是需要用车吗 如果这台车放弃同意 报废去买新车 折多少钱 5万 然后这个车子废铁 大概还可以卖1万2 所以可以卖到6万2千块 也就是他花7万块 买这台车开了一年之后 报废抵5万 然后报废卖1万2 还拿回6万2千块钱 扣掉他的 这台车子折旧 等于说这一年来说 折了8千块钱 哪里找这样的车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要知道他的背景 你知道吗 如果以这样子 会让你觉得是噩梦开始 你可能是刚出社会2万多块的人 可是这位仁兄 他薪水有6万多块 请问他哪来的噩梦 他可能 其实他用这样的算法 可能用这样的逻辑 他就会觉得说 可能是已经是变成他的负债了 可是实际上专家分析起来 就会觉得说实际上 不管你是不是用10万块 7万块买车 你可能买其他的车 都是一样的成本 所以我说如果你月薪2万块 那你说噩梦 我就好 那是你可能做梦 梦太久 那你月薪6万多 你根本不是噩梦 你可以买C300 所以我们才说 在中午车市场里面 因为一车一框一架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好 事前的准备功课 同时最好是能够找你的朋友 跟你一起去看车 而且还是懂车的朋友 也许你就比较不容易踩雷 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更妙 他的状况是 他买了一台Range Rover的车款 可是他竟然在车内 发现了一张纸 而且他看了那张纸的内容之后 马上直冒冷汗 天啊 还好 因为那个内容让他 可能此生的幸福就断了 如果郑洁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完蛋了 我看 你的女朋友可能马上跟你分手 那内容是什么 他看到了一张非常尴尬的纸 那张纸是汽车旅馆的早餐券 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网友很有趣 他就说 搞不好是你真的自己弄的 你只是赶快来说 这个是捡来的 还好刚好你换车而已 我觉得这是个好理由 以后应该要学起来 不过要常常换车的人 才有办法用这个理由 但是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你一台车椅 它是一台Range Rover 看起来车是很新的车子来讲的话 一般车常在交车 应该都把车子整个打理的很干净 或者像我们这样子爱车的人来讲 我们车上会掉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会知道 所以这个状况也不是 你不会是 我有一次就是因为 化妆包不小心掉了 一直到我卖车的时候 一年后才发现 没有 我卖车的时候 李小姐 这个是你的口红 怎么会有一条口红在那里 因为它滚下去我就不知道 所以你是掉口红 正洁就是掉早餐券 天啊 这问题大条人 可是早餐券我也觉得 没那么尴尬的原因 是因为一般来讲 七月旅馆都是休息 怎么会有早餐券 这个我不曉得 出灾才会住七月旅馆 才有早餐券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玩 但是后面其实也有讲到 另外一个网友 他买了一个车以后 居然更可怕 他后来上网无聊这边看看 发现他那台车其实是凶责 但是他原来卖他的车行 卖他车的车行 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 刻意隐瞒 有 这样其实是合理的 所以他后来 所幸他的好结果是 他后来回去跟他的车行讲 结果他车行愿意把全额退给他 也就是原价买回 算是平息的这件事情没做 但是要避免这样说真的 凶车这个东西 我觉得90%的人 应该都没办法受得了 就算再便宜都没办法受得了 何况刚刚我说的那位网友 他其实是用正常行星家 去买到那台车 那就是真的是刻意隐瞒 有点像欺骗的行为 那你要怎么避免这个状况呢 除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有信誉的中古车行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他如果车行够大了 他每天经手的车子 是几十台上百台的话 他犯不着为了你这个几万 几十万钱 然后来败坏掉他的商业 所以找有信誉的车行 再来就是避免来路不明的车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如果你怕碰到这种车子 或者低于市价太多的车 然后车观又不错 你就必须要怀疑 低于市价太多 很多的时候甚至是诈骗 就不要太小便宜 是的 而且大部分有信用的中古车行 他们都不太会收凶车 因为避免麻烦 对不对 黄总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尽可能不要去碰这些 麻烦 通常说同业就流通掉 不要卖给直接的客人 因为那不好说明 同业愿意接受 是因为他是专业的 那我们就是价钱谈好 你就拿走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直接面对消费者 用这种方式 这样对自己的品牌 是很大的伤害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黄总我知道说 外汇车市场 现在有所谓的接单引进的状况 对不对 一般来讲 车商目前有一些 他走接单引进是什么 第一个他不用准备库存 第二个很多消费者认为 我买现货比较贵 接单引进可不可以比较便宜 但是事实上 我知道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未必是这样 因为以我们来讲 各大贸易商在进货的时候 其实都会请当地的 本身可以信赖的过的伙伴 先去看过车 因为我们曾经碰过一个状况 你看起来整个书表各方面是OK的 车子运进来 居然里面的内装惨不忍睹 结果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以后 还是不满意 只好赔售给同行 因为这个我不敢交给我们的业者 那更何况如果是消费者 今天去国外看到网站上有一台车 请人家去接单引进 你想想看那风险有多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接单引进还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一般你要先缴三分之一或一半的钱 给这个车商 你怎么信得过 这风险有多大 当然我不排除有一些是OK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拿着一个单子给我看这个消费者 他说这个接单引进 市价300万的车 居然他只卖250万 差了50万 这个断头的生意没人做了 250万我一看 他的资料其实只是一台车 他并没有写上他所有的状况 一车一旷 里程也没有秀 如果这个车商能拿20台同样的车 都卖这个价钱 我就相信他是OK的 可是现会的市场 你其实有得选择 还有一点 所以当他办进来 这中间有三个月的缓冲期 或两个月的缓冲期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有的车商是怎么样 把你办进来以后告诉你说 这个原本要去取得的认证 对方不同意 你要花10万块重新做 这会有争议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其实还会 卡举一个手续费 而且手续费通常都不低 所以我觉得 现在市场还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鸡蛋比明天的鸡好吃 看到现货 看到喜欢的 直接去买就是对的 所以就是眼见为凭的意思 会比较好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书面的作业 其实那些东西 都是有一些隐藏性的风险在 可是爱大之前 我们在节目中不是有聊到说 接单引进 可能可以用 比如说我有三五台 然后就请他用一样的 比较特别的价格给我们 这样 对 因为有一些外汇车上它还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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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